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目报 我是小丽 我们来看新闻 今天上午 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 发言人陈兵华就近期台海热点问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 卢强 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 记者会的具体情况 卢强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小丽 我现在是在发布会的现场 那么今天是2024年的 第一场国台办发布会 发布会上发言人回顾总结了 2023年两岸关系的发展 并对2024年进行了展望 我们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的重要指示精神 制定出台 并推动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持续深化 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我们照顾同胞 我们照顾同胞关切 及时解决部分台湾食品企业注册问题 恢复台湾农鱼产品 输入大陆 帮助台胞在大陆便利使用 移动支付 为台胞台企 共享大陆发展机遇 提供助力 新的一年 希望管大台湾同胞 秉持大义 把握大事 坚定站在历史正确预边 以我们一道排除干扰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好 再来看2024年 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揭晓 这一结果 对两岸关系走向 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而今后一个时期 大陆对台政策的 总体考虑是什么 对此发言人做出了回应 台湾地区选举 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这是台湾地区 脸项选举的结果显示 民进党并不能代表 岛内主流民意 选举结果 撼动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 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 挺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孙艺两岸同胞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 共同愿望 坚定不移 坚定不移 反对台独 维护和平 扩大交流 促进合作 深化融合 推进统一 今天发布会上发言人回答了我们东南卫视的提问 我的问题是这一段时间哈尔滨的旅游热引发关注 台湾小当归们的暖心喊话频频登上热搜 其中一位叫做依依的台北市小女孩 喊话要来哈尔滨给大家发糖 这两天一一终于圆梦了 带着他在台湾采购的糖果发到了哈尔滨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手中 对于这场带着同胞骨肉亲情暖心有爱的双向奔赴 我们来听听发言人是怎么说的 今年冬天 槟城哈尔滨成为旅游热点 圈粉无素 独特的冰雪魅力 吸引了不少台湾的朋友 台湾同胞 特别是台湾的小朋友 我想不论是叫小凤梨 还是叫小单归 台湾的小朋友和小沙坛菊 小野生君 小熊猫一样 都是咱们中国人自家的孩子 一定会被无限宠爱和热情宽带 我们热情欢迎台湾的小朋友 大朋友们 多来大陆旅游观光 饱览大好河山 且看神州新貌 好的 以上是我在国台办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卢强 刚才的国台办发布会上提到了台湾小当归依依 她在哈尔滨期间 受到了当地尔滨哥哥姐姐们的热情欢迎 他们也为依依精心准备了礼物 我们特地采访了 与依依暖心互动的哈尔滨热心市民 他们说 欢迎更多的台湾小当归回家 这是送你的这里面呢 是有297个小千只鹤 还有我们56个小星星 大家56名礼欢迎你 太有声了吧 之所以送她的礼物呢 是297个千只鹤 和56个小星星 是因为我认为 只有自己亲手做的 才能代表我自己的这种心意 那297个千只鹤呢 是代表297个地级以上城市 那56个小星星呢 代表的是56个民族 那我们呢 都欢迎她回家 也希望呢 她能把她带回去 就是告诉呢 我们所有的同胞们 我们期待他们的回家 家里人呢 也没有忘记他们 大家真的都希望 台湾的小朋友 小当归们赶快回家 所以就是当时 包括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的时候 我也觉得分外的亲切 就好像是一个好久素未蒙面的 小妹妹一样 然后希望他们早点回到母亲的怀抱 是一个感觉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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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动力哥哥和姐姐们 欢迎来到哈尔滨 谢谢 欢迎来到哈尔滨 谢谢谢谢你们 欢迎来到哈尔滨 欢迎你回家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美方近日在涉台议题上频频发声 宣称脑鲁与台当局 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的行动 令人失望 美众议院更是通过所谓法案 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此 外交部严正回应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美国院网站发布声明宣称 脑鲁断绝同台湾关系的行动 令人失望 美将继续扩大与台湾地区接触 支持台湾地区有意义参与国际社会 这与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相一致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6号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公然对主权国家独立自主 做出的决定说三道四 对中国外交竭力污蔑抹黑 为台湾地区拓展国际空间说向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毛宁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脑鲁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 再次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中方敦促美方 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 不支持所谓台独 不支持所谓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的承诺落到实处 甚至诱甚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此外 美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所谓不歧视台湾法案 要求美财长利用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影响力 支持台湾地区加入该组织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 美方所谓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妄图借台湾问题搞政治操弄 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 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1971年10月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 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要求将台湾当局代表从其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毛宁表示 联大第2758号决议 从政治上 法律上 和程序上 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半个多世纪以来 联合国及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专门机构 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均恪守这一决议规定 任何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都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 美方应当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立即停止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停止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美台军事勾连又有新动作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军方与美国签署7.7亿多元新台币的导弹系统技术支援服务 履约时间从今年开始到2027年结束 由美国厂商洛格西德马丁公司派遣教官到台湾进行技术维修与相关指导 根据台当局的电子采购网绝标信息 台所谓驻美军事代表团与美国在台协会签约 履约期从2024年1月2号起到2027年12月31号结束 提供台空军导弹系统技术支援服务 总金额为7亿7208万元新台币 履约地点为新北市泰山区 致近人士称 此案是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支援服务案 由美国原厂洛格西德马丁公司派遣教官到台湾进行技术维修与相关指导 此外 台防务部门此前还证实 台湾方面与美国在2019年增购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 规划在2025年和2026年分批完成交运及部署作业 据报道 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 比台军现役的爱国者三型导弹更先进且射程更远 体积也比现役的更大 一辆爱国者三型发射车可装四组四连装导弹组共16枚 增程型则必须使用新的12连装发射装置 一辆发射车只可搭载12枚导弹 对于美授台武器 外交部发言人曾强调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停止武装台湾 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品质生活 甄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睡觉这个事儿啊 您还真得重视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堂酸道仁 胺睡膏 富含酸道仁 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七种中草药 48小时慢火熬制 内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直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订购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理想的睡眠是一沾枕头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给做金山都不换呢 我向您推荐草级药糖酸道仁安睡高 它是浓缩的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而且搭配了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 七味中草药 高方采用文火慢炖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人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拨打屏幕电话订购吧 高方采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年开始 台湾的义务役一期 从原本的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1月25号就将迎来 第一批一年一期的新兵 台陆军16号对外说明 若义南在新训期末 建策不合格 必须在新训单位 留训一周补册 如果还是不合格 仍必须下部队 并持续接受补册 待通过取得证书 才能领取专业加紧 一年期的义务役增集 首批的义南在1月25号 要露营接受入伍训练 台湾义务役一期 从今年起延长到一年 首批适令义南即将入伍 虽然薪水加了不少 但有条件 对于建策总评不合格的义南 我们会对他实施一周的留训 那经过补测后 总评仍然不合格的 会不合发专长证书 也不得资领10800元 想领到1万多元新台币的加级 测验得合格 不然就要多训练一周 再没过就只能领本薪到退伍 而这回测验项目难度 也提高了不少 三天两夜的昼夜 连续的综合战斗教练 为建策的主轴 据台媒报道 台军今年预计训练 9127名一年期的义南 先是入伍训8周 训练内容包括500米障碍 震撼教育 步枪进阶训练 夜间射击 还有手榴弹实弹投掷 确保义南的训练成效 针对各阶续单位的教育班长 有900余人 而要满足新增义务役的训练量能 台防务部门也在加强训练 近千名教育班长来填补空缺 另外 对于先前针对大陆发射卫星 误发全台警报而遭外界批评 台防务部门称会改进检讨 工作部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必须要以我们生命安全 作为一个第一优先的考量 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才下这样一个决策 台防务部门声称 未来只要是飞航实体攻击 或落于台湾本岛 都会发布警报 2024台湾地区两项选举落幕后 脑鲁政府宣布 与台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美国更是选前选后一再重申 不支持所谓台独 今天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 这是国际社会对赖金德 所谓台独路线的否决 也知台湾多数民意 反对台独领导人的原因所在 本章指出 从选前民调和投票结果来看 台湾有高达六成的选民 反对民进党继续施政 或者说是对民进党施政 充满疑虑与不安 他们选择将票投给蓝白 也让民进党失去台立法机构的控制权 这说明台湾主流民意 在这次选举中 不仅希望政党轮替 也表达出希望两岸交流与和平发展的愿望 台湾联合报的社论指出 这场选举四成挺绿的民众 决定了台湾未来四年的走向 六成支持政党轮替和两岸和平的民众 被迫共同承担后果 赖金德选前曾花口 他当选两岸战争风险最低 这种发言以为世界是围绕着他在转 傲慢到了极点 作为没有足够民意基础的少数领导人 赖金德会面临极其复杂难处的 岛内三党竞合关系 赖金德在军事外事和经贸方面 都将面临比蔡英文更严峻的考验 台湾《望报》的社评指出 两岸关系继续空转 既不符合潮流 也不符合民心 与其让两岸关系在风险中继续空转四年 是否应该提出转环的策略 化解两岸天空上的阴霾呢 两岸战争代价庞大 民进党应该冻结所谓的台独党纲 给两岸永久和平一个机会 因为各方所乐见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品质生活 甄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睡觉这个事啊 您还真得重视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汗子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糖酸道仁安睡膏 富含酸道仁 茯苓 百合 黄金 桑肾等七种中草药 48小时慢火熬制 内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结构 赶快拨打电话结构吧 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汗子也扛不住啊 理想的睡眠是一沾枕头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给做金山都不换呢 我向您推草极药糖酸道仁安睡膏 它是浓缩的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而且搭配了茯苓 百合 黄金 桑肾等七味中草药 高方采用文火慢炖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元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拨打屏幕电话订购吧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024新年一始 被誉为两岸灵魂百度人的高雄里长刘德文 也开始了又一年的两岸奔波 15号 他乘坐早班机从厦门入境 随即转动车前往宁德 将一位台湾老兵的骨灰 交到了大陆亲属的手中 当天下午1点32分 刘德文乘坐动车抵达宁德车站 等候多时的老兵大陆亲属跪地痛哭 从刘德文的手里接过老兵骨灰 回家了 人道理最亲的土栏 这是刘德文2024年第一次送老兵骨灰回大陆 这位名叫曾仁潘的老兵 也是他送回大陆的第一位宁德籍老兵 1949年 年仅17岁的曾仁潘 被抓壮丁带去了台湾 直到40年后的1987年 才第一次回到大陆探亲 但几年后 大陆亲属又与他失去了联系 后来才知道在台湾没有任何家属的曾仁潘 已经于2002年去世 当时是98年 我还在部队的时候 我给他写了一份信 他给我回信 他说身体不行 他说可能也回不来了 当时我那个信一看的话 眼泪就弯弯一直下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我通过书信什么给他写过去 他也一直没有回复我 我可能就知道他走了 但是我们一直在寻情的路上 就是找不到他 二十多年来 大陆亲属们一直未能前往台湾 直到2023年4月 曾家侄孙们找到刘德文帮忙 再经过九个多月的努力 才终于赶在农历春节前 迎回了老兵增人攀的骨灰 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一个农历春节 就是一个团圆 不管在哪里多远的游子 就是要回到家里来团圆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他 祝他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非常感谢 他刘理长真的是功德无量 帮助这些孤寡老人落叶归更 真的是非常感谢 帮亲属们一起安放好骨灰后 刘德文三鞠躬与老兵告别 但他还不能回到台湾 这次他总共带回两位老兵骨灰 春节前 他还要把另一位福州连江籍老兵的骨灰 送回家与亲人团圆 23年其实对我这一年度里面真的是生活上过得很充实 就是因为我带了23位的老兵回家 那也走过我们的15个省市 2024年加油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腿脚发软 腰杆无力 关节不适 这人老了呀 为什么井架腰腿老出问题啊 原因之一 您的骨骼变疏松了 试试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牌三棲安堂骨碎骨胶胶囊 有三棲 葛根 骨碎骨 还有胺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胺糖 三棲 葛根 骨碎骨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骨骼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变密了 骨骼更有劲 可以试试吗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9块9 整整60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集 专为中老年研发 老虎老 以及人知老 弘扬 敬老 爱老 新风商 妈 腿脚没劲 是不是骨骼变疏松了 骨骼变疏松 试试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排三栖安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栖 葛根 骨碎补 还有安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胺糖 我们的骨骼通过密密麻麻的血管来获得营养 老年人容易循环不畅 三栖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安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优刃集推出九开九体验活动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九开九 整整六十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集 专为中老年研发 孙老为德 敬老为善 妈 你腿脚不好 多补点 和您的儿女一样 我们希望您腿脚有力 腰杆挺拔 颈尖灵活 所以优刃集 一直坚持九开九体验活动 优刃集排三栖 安糖 骨碎补胶囊 有三栖 葛根 骨碎补 还有安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您记住了 优刃集九开九 可以先体验 九开九 能吃几天呀 整整六十里 可以吃十天 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退吗 不满意 能退货 你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幽刃集 专为中老年研发 玉枝林药业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野门胡塞武装 16号发布声明称 该组织当天用多枚导弹 袭击了一艘希腊船只 这艘船正舍向以色列港口 希腊媒体16号报道 一艘悬挂马尔他国企的 希腊散货船 遭到导弹袭击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另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军方16号 对野门胡塞武装目标 发动了新一轮袭击 自新一轮巴尔冲突爆发以来 野门胡塞武装 使用无刃机和导弹 多次袭击红海水域目标 胡塞武装表示 关联以色列的船只 是该组织的合法打击目标 胡塞武装袭船行动 已导致多家国际航运企业 宣布暂停红海航线 转而绕行非洲南端 当地时间16号傍晚 5点30分左右 日本北海道新迁随机场 发生两架客机擦碰事故 当地消防部门称 一架准备起飞的大韩航空客机 在向跑道滑行过程中 与停在地面的 国泰航空客机擦碰 事故导致大韩航空客机 左主意受损 国泰航空客机垂直尾翼受损 所幸没有造成燃油泄漏或火灾 也没有人员受伤 大韩航空公司16号晚 发布声明称 事故是由于地面失滑 以及牵引车操作不当所致 据报道 事发时 大韩航空客机上 有2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国泰航空客机上没有人员 据美国多家媒体16号报道 在持续的冬季风暴 带来的极端天气影响下 美国已经有至少10人 因天气原因死亡 超过1.4亿人 收到严寒建议或警告 冬季风暴带来的极寒天气和大雪 打破了各州 在极端天气方面的多项记录 纽约市 马里兰州巴尔地摩 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以及首都华盛顿特区 都经历了近两年罕见的大雪 极端天气也让各地出行遇阻 航班和行车都面临极大困难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儿了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 官邦围请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是小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老胡老以及人之老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上 立行节约 反对浪费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 安全连着幸福 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 女子旁 一个马 妈妈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 是妈 我教妈妈在手机上 打出的第一个字 是R 虽然 她还是常常打错字 很多的努力 只是为了 你爱的人 的 迎来新成员 直升机调运12 最优雅的方案 却为什么不得不放弃 改造水上飞机 又遇到了哪些挑战 骑大马 蹲下 蹲下 松手 小心 小心 地球之急 旅行第八季 东南卫视 中二版21点20分 保护环境 张兴雨 梁胡在行动 本节目由上好家冠名播出 感谢乐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喝乐虎 提神抗疲劳 一口上好家 一路好心情 本节目由休闲食品上好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乐虎功能饮料特约播出 出行困累 喝乐虎 提神抗疲劳 飞机下水之后 你们再下水 肩这么低起来 我把股股部电影 前控室改成 飞机下水 重大时间啊 大家伙 打起精神来 二百七核梁红正在把一架飞机 放在海面上 机尾放点 好 旋转到位 好 稳住 因为他们要将它投入海底 打造一座海底公园 这是一个不断持续的工程 而这架飞机已经是要投放的 第三个大型金属装置 老天保佑啊 运十二是第一种获得美国FAA试航证的 中国自有知识产权飞机 而它对二百七核梁红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百七核梁红和运十二一起 还是环球飞行 你缺氧 看下面杀什么 一堵墙 看见了吧 太吓人了 大怪物嘴 真吓人 历时四个月 二百七核梁红和运十二一起 完成了第一次